说起五孙,相信大家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,在很多人小时候就将她视为偶像,那个时候的她还是男团成年的身份,原本她的发展应该是更加红火才是,可是没有想到的是,她隐婚生子这件事可谓是败光了好感,后来她就淡出娱乐圈,专心在家里陪伴着老婆孩子,生活简简单单安安稳稳,当她再次出现在公众的面前时,是以一个爸爸的身份,带着儿女上了一档真人秀节目, 那个时候五孙儿子年龄还小,看不出来什么,如今长大以后可以说是越来越帅气了,甚至和五孙越来越相似,让人觉得偶像剧男主瞬间有了脸,关键是和爸爸合照也是特别有镜头感,小小年纪就不畏惧镜头,给人一种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美男子一样,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加帅气的,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?欢迎留言评论哦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